释迦牟尼佛一生 如今中所说的 说法四十九年 将近三百余会议 四十九年所说的 后人把它整理出来 映成书本流传到中国 在中国翻成了中国文 我们的古代的这些大德文 将佛这些经论给它整理分类 编成一部大型的从书 我们今天叫它做大藏经 大藏经的内容 一言而闭之 就是说的宇宙人生的真相 我们今天要研究讨论的 这些阿弥陀经要解 也不例外 还是宇宙人生真相的说明 我们用这个眼光 用这个觉度 来探讨 才能够真正体会到 佛对我们苦口婆心的教导 使我们在佛教育当中 得到真实的利益 周围翻开禁本 描述 碑本 前面是 一开端 就是 了 注解 周围翻开禁本第一面 第一面是个续文 我给你大词写 续文写得非常之好 我们这一次时间不长 我们介绍的方法是采取重点 如果这个意思很明显 一看就懂了 我们就把它带过去 有重要的理论和在修行的方法 我们必须要多用一点时间来介绍 这个 经文先是题目 这个题目呢 佛说阿弥陀经 这六个字是经体 要解两个字是注解的明体 所以这个题目里面呢 就分成两段 一个是经 一个是注 第一 必须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简单的介绍 这个佛呢 是 我们的本思 释迦牟尼佛 说 这是佛亲自所说的 佛经很多 这个经体 诸位也看到很多 有些经上 这个经体 观赏佛术 有一些经体 没有佛术 你比如说 我们常常看到的 在中国社会当中 加乎愈小的 金刚经很出名 金刚波罗 波罗蜜经 上面没有加佛术 是不是佛术的 当然是加坡里佛术的 日本人最崇敬的 就是妙法莲花经 妙法莲花经上 也没有加佛术 那是不是佛术呢 当然是佛术的 为什么这个经上 有的加佛术 有的不加佛术呢 这是我们学佛同修 必须要晓得的 这是一个常识 佛教常识 在一般惯例上 从正宗分开始 这个正宗分里头 一句话 是佛讲的 这个经呢 都把关上佛术 那第一句话 不是佛讲的 是别人提出问题来问的 那通常这种经呢 就不加佛术 这是有这么一个例子 佛一生所讲的经 从内容性质上来说呢 也可以分为十多的种类 像后面会跟诸位介绍到的 所谓十二分教 那就是把它分为十二种不同的形式 那么这十二种当中 有一种叫 无问自说 这个经呢 通常佛讲经 都是别人有问题 提出来问他 他来跟大家解答 多半是有这种形式 那么另外有一类呢 没有人问 佛看看 这个大家机缘成熟 主动介绍出来了 这位的经叫 无问自说 那么我们这部经 就是顺于无问自说 所以经题上 特别关上佛术 阿弥陀 这是凡语 翻成中国意思 是无量 阿翻作无 弥陀翻作量 就是无量 说再讲呢 这个地方还有什么 应该有一个阿弥陀佛 有佛为我们说 也就是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 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 佛这个字的意思 是觉悟的意思 那么换一句话说 阿弥陀佛要从文字的意思来翻 就是无量觉 无所不知 也就是无所不知 这个意思 无所不知 无所不觉 这个意思 那么佛在本经里面 为我们说出两个意思 一个是无量受 一个是无量过 说出这两个意思 其实这个无量的意思 包括的太多 太多 确实